2022年8月3號 今天有點陰天 氣溫就降了一些 看天氣預報應該最近幾天開始有降溫了 今天就回去工行 沙田工行去辦點業務 去沙田一會要走港口大道 前幾天去沙田海邊 主要也是走那條路 當時就是港口大道的盡頭 我們是右轉了 去了海邊海鮮市場 這次就是要到紅綠燈了 到紅綠燈再右轉去沙田正中心 我們東莞這邊的註冊公司 因為在沙田工行開的湖 今天要過去辦理點業務 這條路掉頭 這個應該就是沙田大道 沙田大道就往前一直走 走到底 左轉呢就是去虎門北側的那個高速 高速口 右轉呢就去海邊了 沙田這邊也是有海的 那邊有兩個樓盤 好像叫 碧海雲天和李頓 這兩個呢都是海景方 就是直接就在海邊了 小區就在海邊 對面呢就是南薩 以前這個馬頭呢是可以做輪渡的 就是車也可以上人也可以上 人應該是免費的 車的話過一次好像是十幾塊錢吧 還是十塊錢 他是比虎門大橋要便宜 但是呢前年的話就已經停運了 不可以走了 所以現在要過南薩呢 就必須要走虎門大橋 對一部分人來說還是不方便 最起碼有很多通勤的人 就沒那麼快 這裡一看都是比較舊的 嗯工房裝修了 對工業務應該是九點 我現在還有十分鐘左右 先進去排隊等吧 呃今天業務沒辦成 需要帶三個張工張絲張 財務張 改個密碼要這麼麻煩 因為剛好碰到運超車送錢 所以就裡面是不可以拍攝 我們現在原路返回 先回公司下午再過來吧 我們現在在線這個產品 所以要保證每天都要給客戶發貨 所以每次工廠做完 深圳做完發到我這邊 呃還要再處理一下 呃再發貨 所以每天都要到一下線塔 呃這個位置呢直行就是去虎門了 虎門北側 呃左轉就是 右往四區方向 左轉就是 左轉就是 右往四區方向 就是又在查貨車 右往四區方向 哦是追尾 呃鋼口大道 右側這邊呢 呃工業區就比較多 嗯 很多都是小企業區多 呃這裡有很多像做印刷的 呃造紙的也有 嗯 再往下走就到了 重了拿到延長線 呃就要轉到 四區了 呃這邊這個工業園 控制的廠房 能夠熱控制 我們現在已經到東莞大道了 嗯 還是很快的 呃東莞禁摩 昨天呢我有 諮詢了一下關於東莞禁摩 因為現在油價比較高 嗯 很多人呢其實 也不是很想開車 但是有的距離比較遠 嗯 也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騎個摩托其實也挺好的 省油 環保 但是單車呢又 太遠 時間騎停的時間太長 呃 12345它的答覆是 東莞是寂寞的 呃對於 所以這種情況呢 只能上外地的牌 在外地考驗上 在東莞騎 但是呢它是 馬力規定的是 在東莞呢它只能走 國道和省道 其餘道路是不可以 呃那這種情況就 很多限制了 呃另外一點就是 關於能不能看到在路 如果在路上騎車 呃遇上交警啊 會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啊 呃 他們打覆是看 現場的警員 他們是 由他們來決定 呃 如果是可以 就是如果 比如說違章啊 或者有一些情況 他們可能會扣車 如果你正常行駛呢 他們可也有可能是 警告一下 嗯 也就沒什麼影響 呃 之前我有在路上有看過 呃外地排 在東莞的 這些路上走 遇上鐵騎的話呢 呃 呃 它是指示 指示它到這個 靠路邊而行駛 不要在這個路中間走 呃 也沒有管太多 呃 呃 在東莞還是有一些 騎行 就是摩托騎行的 呃 愛好者 或者一些小俱樂部的 呃 呃 以前也有見過 他們在大平山 越野 呃 呃 呃 經常提到的 厚接的 白石山風景區 一個石頭山 也是 能看到有一些 越野摩托在 上面跑 剛剛回到工作室 下午看一下 如果有時間 還要再去一趟 呃 今天分享到這裡 今天分享到這裡